因為虱目魚常常人家會說有一個虱目魚味 所以我今天要教大家說怎麼去做一個正確的醃製虱目魚 我們家是那個珍珠珊瑚奇家已經有一家子的畢士了 到我這一代呢已經是36代 我是36位長 好酷喔 所以我們今天來到的地方是你的展示中心嗎 對啊 這邊不論是我們的展示中心以外 這邊也是我們的提點廚 而我的住家就在三樓 所以你的廚房在三樓嗎 是啊 我的廚房就在三樓 那我們就去看看吧 今天我要來教大家說怎麼簡單去做一個乾煎虱目魚 乾煎虱目魚的做法很多種 這是我獨特的一個方式還有一個配料 那拿到魚的話我們給它拆封 要方便煎呢把它多餘的 齊呢稍微修剪一下 在乾煎魚的時候呢 我要先把魚那個簡單的處理一下 稍微切一下 那主要切的用意呢是希望說跟鍋底比較服貼 讓它可以均勻收熱 均勻收熱的話呢就可以達到說一個完美的熟度 它吃起來也會非常的好吃 像以今天這條魚的處理方式的話 我會選擇去頭去尾 然後再把它的身體中間切一半 所以我會分兩分去煎 切完虱目魚以後我們要來做一個醃漬 因為虱目魚常常人家會說有一個虱目魚味 所以我今天要教大家說怎麼去做一個正確的醃漬虱目魚 首先呢我們要準備米酒 米酒不用多 再來是白胡椒 黑胡椒呢是個人的口味 因為我覺得它還是能對於乾淨的食材這樣非常的入味 那鹹味呢我最推崇的是使用天然的海鹽 如何辨別天然與不天然的海鹽就是看它的顆粒 顆粒的大小 真正天然海鹽呢它的顆粒呢一定是不同的大小 它裡面可能會有一些雜質 最後是一個也是朋友送我的 它是綜合的pepper 綜合膠 我覺得它的口味蠻特殊的 我可以最後來試試看 當你上完這些醃料以後 一定要讓它放置十分鐘以上 它的味道才可以完全的入進去 所以今天煎出來的魚 會比你平常吃到的更有味道更香更美味 煎魚我們大火大油 所以先把鍋子把它熱到最熱 一定要等鍋子熱油也熱的話 我們再把油皮的那一面放下去 下去的時候呢把那個油稍微轉一下 我要讓那個油去吃它的魚皮 所以稍微前後搖一下 你也可以輕敲一下鍋底 就是你敲它的鍋把 那鍋把的話你就不用去那邊鏟它 鏟它的話會鏟破 那如果說它不會動呢 你就稍微再大力一下去敲它的鍋把 放下去之後呢火轉中小火 我今天魚都喜歡逛洋蔥 它呢可以帶出魚肉特別的鮮味 你放蔥、薑、蒜呢 它都會蓋掉魚本身應有的味道 放洋蔥呢是漁夫們最獨特的一個做法 洋蔥青線放在魚肉上呢 我就可以蓋上鍋蓋 我挑魚的時候呢 第一個看它魚身漂不漂亮 它必須要活靈活現 就像剛從水拿起來 再來其實除了說看它的外型外觀 覺得說這個魚夠漂亮以外 再來重點是一定要聞它 聞它的腮和它的肉質 所以我會直接拿起來聞 如果有任何一點點的腥臭味 絕對不要買它 它必須聞起來是很天然的海水味道 好我現在開蓋檢查一下 每一條魚的翻面時間都不一樣 我現在可以看到說它的表面呢 大概七分熟 已經有帶有那些白色出來 然後我們也可以根據說洋蔥的狀態來看說 它到底熟的程度 像這樣就是差不多可以翻面的時機 先把洋蔥夾到一邊 看一下魚的地方 就直接輕輕推向鍋圓 先翻就可以了 然後如果說翻滾 不是很在行的話 我們可以利用這個夾子 鐵夾呢 是一個很好的器具 就當烤肉一樣 直接輕輕夾起來就可以 由於說 我們剛剛已經把它煎到七分熟了 這一面大概是剛剛時間的 四分之一或甚至更短 主要是讓它有熟 一般如果這一面煎太久 你的魚肉就會老 所以剛剛魚皮那一面酥雀呢 這一面鮮嫩 所以可以在一條魚裡面 可以吃到兩種口味 洋蔥如果差不多了 可以先夾起來 因為再煎下去它會先煎掉 好 我現在這條魚已經差不多了 我就給它放到盤子上吧 香煎絲目完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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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